Hello,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们这一集要讲的是 我们在做课程的时候 怎么样做一个吸引观众的PPT 简报内容 那这个简报内容有两种用途 一种是你在外面讲课的时候 你要吸引底下观众的注意 所以你这个简报就要花点巧思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做线上课程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观众 我们看不到这些学生 所以你的这个简报啊 如果做的太呆板无聊的话 没有变化 那底下的这个学生啊 或者是观众啊 就可能会打瞌睡 注意力涣散 没办法集中 这样上课的效果就会打折 他们学习的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差 那我们这一节呢 主要来讲一下 怎么用一些免费的一些素材 去增加你的简报的丰富程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现在做一个动作 就是插入 插入图片 然后呢 我去选择这个已经 去背过的图片 去背过的图片 所谓去背过的图片就是 你看 它是没有背景 它的背景是透明的 所以不管我图片移到哪边去 它这个背景就会秀出来 有没有 背景就会秀出来 这是一个去背的图片 那我们可以再插入别的图片看看 闪电麦坤 你看 这也是一台已经去背过的图片 好 然后呢 假设像我自己 这也是一张我自己去背过的图片 那假设我要做一张我靠在车子上的图片的时候 我可以把移到最上层 这样感觉好像我坐在这个车子的引擎盖上面 有没有 比例要正确一点 这样感觉就好像我靠在这个车子的引擎盖上面 好 那像这种去背图片呢 一种方式是你可以自己在Photoshop里面去做去背的动作 譬如说你自己拍的照片 你就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去背的动作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可以去直接下载像这个照片 跟这个闪电麦坤这张照片 是我去下载现成的图片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要去哪边下载这些现成的图片呢 首先要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些现成的图片主要是用来帮助你说故事的素材 帮助你说故事的素材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叫做stickpng stickpng.com 我等一下会把这个网址放在影片的下方 你直接点击网址就可以来到这个网页 好然后呢 它底下这边啊 有很多全部都是png的档案 那png的图档呢 它的特性就是它可以具备透明度 所谓透明度就是刚刚讲的 它这个图片啊 我随便点进去看 它都是有去背的图片 你看我移过来 这是有去背的 有没有 后面只要是这个方格的 就代表它是透明的 有没有 它是透明的 那这个网站它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的东西 物件 你要人物啊 或者是各种各式各样的 你想得到的 你都可以去搜寻关键字 然后找到它 好 那我们现在先随便选一个 好 这个恐龙好了 这边 动物 这边都是动物 好 假设我们要下载这个图片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 这边有很多广告 因为这是免费的网站 所以它常常会有很多广告 让人家去点击之后 他们就会赚广告费 那你不要点到这些东西 你点右下角这个download这个按钮 点击一下 点了之后呢 它这边会倒数10秒钟 它还准备下载 然后底下这些图片呢 就是其他相关的图片 好 那你等它 OK 然后就会出现 选择我们要下载的路径 目录 然后我们先放 我先放在桌面 然后按存档 就是这张图片 把它点开看一下 你看 这张图片 它的1比1大小就长这样子 如果再放更大的话 就会模糊了 有没有 放更大的话就会模糊了 所以点这个1比1大小 看到的大小是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再把刚刚的简报打开 我们再把它按插入图片 然后选择这张图片 有没有 确定它是一张有去背的图片 有去背过的图片 如果你看我刚做这个动作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我是在做左右相反 如果你希望左右要相反的话 你就照我刚刚的动作来做 就直接把它选取变形 然后转到另外一边去 你看 现在它眼睛是看右边 然后这样子相反 眼睛是看左边 OK 这样就是一个去背的图片就跑出来了 那像刚刚这个车子 我如果 我如果希望我 我这个人靠着车子的后面的话 我也可以把车子反向 有没有 把车子反向 然后我的人呢 我的人是靠在车子的屁股的地方 这样也可以 就看你怎么样制作 对你的这个画面的结构 是比较合理的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背景 这个背景 我弄到一张全部空白的 好 背景有一个很特别的网站 这个网站是 芝加哥美术馆开放的馆藏图库 总共能有五万张哦 名画免费高清下载 而且 而且 还可以作为商业用途 很不可思议吧 还可以作为商业用途 好 这边有很多名画 那你可以去找找看 哪一个画 是你想要套用的 好 比如说 我现在找这张好了 这张画 好 你点开之后呢 可以再把它点开 好 这样是放到最大 然后你就直接按右键 另存图档 然后我们再另存图档 再把它存档一下 好 下载完毕 把它点开看一下 好 这样图片的1比1大小 百分之百大的大小是这样大 好 我们呢 一样哦 可以把它直接插入到我们的 PowerPoint里面去 好 比如说 我在这边按插入图片 然后选刚刚的那张图片 这张 好 你可以把它拉大 拉大 那你可以看左边这边 这样 因为它上面跟下面有切大了 切大了 因为这张图看起来好像是4比3 可是这张我们的PowerPoint 这个是16比9 所以底下会切到 好 要看这边 播放的时候的画面是这个画面 好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往上一点 好 这样看到的画面是这样子 然后左边好像 左右好像还有空白 我们可以再把它拉大一点 好 我们可以再把它拉大一点 好 这样不错 填满整个画面 好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填满整个画面 好 这时候呢 再把我们刚刚的物件插进来 图片 我刚刚下载几个图片 比如说 刚刚的这一个 哇 大小随便你自己去设定 然后 再插入其他的图片 比如说这个 放在你要的位置 我们再插入一张好了 插入这个闪电麦关好了 哇 闪电麦关解析度超高的 注意左边这边 上来点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图层它有分前后 所以这个图层呢 比如说我希望这个车子在人的后边 我就按右键 然后把它移到最下层 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它跑到这张图片的下方去了 所以我们点击这张图片 移到最下层 好 这样就跑出来了 等于说这个底图是最下面 然后在上面就是闪电麦关 在上面就是这组人 然后在上面呢 这个跟这个可能是在同一层吧 好 不管 然后呢 你做好之后啊 我们要搭配一些动画 会让这个画面感觉比较活泼 比如说我用最简单的 我们点击这个物件 然后按一下动画 我们让它淡化 好 这样就是淡化的方式 让它出现 然后这个车子呢 点击这个车子呢 我们希望它飞入 从下面飞上来 感觉逻辑不太对 所以我们用效果选项 从左边 从左边飞进来 这样好像感觉 好像车子跑进来一样 然后这个小老鼠 这是小老鼠吗 我们用 漂浮进入好了 好 只是做个让大家 好 看这边 这样 让大家知道一下 动画效果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播放一下 播放这一张 因为我有两个萤幕 我把它切回单萤幕 好 点一下 出现了 点一下 出现了 点一下 出现了 OK 当你在做简报的时候啊 每一个物件 透过动画的方式出现啊 那这个在观看的观众 就比较不容易睡着 会让他眼睛亮一下 亮一下 这样就可以让他有精神持续的去听你的课程 然后呢 刚这个画面除了动画之外 可是好像少了点什么 声音对不对 少了点声音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去套用这个音效 套用音效在PowerPoint的里面 一定要这个物件本身有动画 才可以去套用音效 比如说刚刚这两个人 好 它是一个动画物件的 然后我们在 一样在动画这个地方 然后你点这个人的时候 你发现这边的效果选项是不能选的 这表示什么 表示他这个动画是不能够套用声音的 然后没关系 我们现在点这个车子 车子是飞入的状态 飞入的这个动画呢 这边就有效果选项可以选 然后你就点击这个效果选项 好 这边有一个声音 目前是静音 预设都是静音的 那我们可以套用一下 比如说吸住 按确定 诶 好 它的声音就已经跟这个动画 紧密结合在一块 我们可以再来改一下其他声音看看 爆炸好了 比较像Sanday麦昆在用的 哦 好 这个效果是不是你要的 OK 好 你看 还有这一只小老鼠 小老鼠呢 我们一样给他一个声音好了 出现的时候让他给他一个声音 给他一个击鼓好了 OK 好 所以这个动画呢 跟声音是可以做搭配的 那假设这个音效啊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个网站 可以让你去下载免费音效嘛 那如果 PowerPoint里面那件音效 没有你满意的话 你还可以这样左 点击 然后 声音这边选择其他声音 最下面有个其他声音 好 这是我们之前的影片 有介绍过的 BBC的网站 可以去下载的声音 WAV档案 然后我们选择它 好 一定要WAV档案哦 按确定 好 按一下 这个声音蛮长的 按一下确定 那我们点一下播放看看 把它切换为单音幕 按一下 再一下 OK 因为这个音效有点长 所以你要插入这个音效的时候啊 你不要去插入声音档太长的声音 你要选一下这个声音的长度 OK 好 那我们这节就先讲到这边 这个就是PowerPoint的你善用一些动画技巧 再搭上一些音效的组合 还有去找一些可以下载的免费的图片 那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简报做得非常丰富 谢谢感谢观看